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能够拿到我们晚上就会进行新旧教材的对比 所以你关注一下公众号 如果说有了新旧对比 我们当天的公众号肯定会做推 如果说没有出来的话 我们明天晚上正常的上1v1的课 到时候你关注一下 我们公众号会给大家做一个推送 好 那我们这节课主要讲的是两个内容 大家拿到的讲义是计划是今晚和明晚上要讲的内容 对吧 所以我们今天晚上主要讲的是进度控制和安全管理 主要内容是有以下几个 进度控制主要给大家讲的是双代号以及石标 这两个教材上没有 对吧 但是参照这些年的考试的话 双代号和石标的话考的概率还是比较大的 安全管理的话总共是有四大方向 我们今天的话可能主要给大家讲一下 危险源和专项施工方案就行了 下面这个隐患排查应急管理和安全管理措施的话 我们留到下一次课 当然是明天还是下周到时候再说 这个专项施工方案的话每年是必考一道题的 当然也可以考单选 考多选甚至考案例 对吧 你看去年的话他就考的是案例 考的是什么 考的是桥的一个吊桩 长度大于40米的桥 是否要编制专项施工方案 是否要组织专家论证 以及他的一个编论证的一个程序 对吧 就说每年呢 这个专项施工方案的话 他都会在我们的案例题里边呢 进行一个体现 这个还是比较重要的 好了 那我们就来到这个地方 看一下双代号网络图 那我们说大家都学过管理 对吧 管理里边呢 用的是60标注法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这个60标注法 它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先稍微再一回顾 当然我们公路的话 肯定不用那个东西 首先的话 最上边的话 对吧 60标注法 那我们来看 最上边最第一个的话 就是我们什么呀 最早开始时间 我这一项工作 最早应当在什么时候开始 对吧 那第二个ef呢 就是最早完成时间 然后下面这个ls 就是最迟开始时间 和最迟完成时间 那其实呢 在我们的公路里边的话 需要大家重点呢 就是注意这两个 一个呢 是tf 一个呢 是ff tf呢 指的是总时差 总时差呢 会对我们的什么 工期呢 造成影响 还有一个呢 是ff ff的话 是自由时差 自由时差的话 会对什么 会对紧后工作 造成影响 啊 其实呢 在我们的公路 或者在实物里边 不管是哪一个实物 啊 其实就是主要是来 以这两个为准 对吧 那我们说考试的时候 要不要用这个60标注法 来去算这个总时差 或自由时差呢 啊 其实一般来说呢 考双代号的话 这个总时差呢 是比较多的 要算工期的索赔嘛 对吧 那这个时候 我们没必要非得用这个60标注法 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考双代号的话 需要大家注意哪些点 首先的话 考双代号 肯定会让大家找什么 找关键线路 对吧 所谓的关键线路呢 指的是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条 我们从左往右 给他进行一个沿线累加 逢圈取大值 算好了这个关键线路以后 也就出来了我们的计划工期 对吧 好了 那再就接着考什么 考一个索赔 对吧 其实我们考两个索赔 一个呢 是工期的索赔 一个呢 是费用的索赔 那这里呢 我们就要注意一下 进行一个定责的问题 就是要明确责任主题 如果说这个问题 出现的责任的话 是承包商的原因 就是我们施工单位自己的原因 那怎么办 工期和费用都是不能够索赔的 对吧 那如果说是因为业主的原因呢 那工期和费用是都能够索赔的 但是呢 这里呢 我们要注意一下 工期不是延误多少天 索赔多少天 一定要跟这个总时差呢 做一个对比啊 超过总时差的部分 这个工期呢 才能够索赔 而这个费用的话 要注意了 费用不是跟工期相联系的 费用是 只要是业主给我造成损失 我都可以去索赔啊 这个不是有比例关系的啊 工期的话 要记着 不是所有的延误时间都能够索赔 但是费用的话 只要是业主的原因 你都能够进行一个索赔 好 最后呢 就是客观原因啊 就是我们一些不可抗力了 等等 那这种情况 比如说我们的地震了 泥石流了 踏踏暴雨了 等等 对吧 好了 对于这种情况 比如说今年的这个什么 这个疫情 那这种属于不可抗力 对吧 这种情况的话 你是可以索赔工期 但是不能够索赔费用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那怎么去计算一个索赔呢 如果说这个延误的事件 发生在关键线路上 我们只好 只需要给他定好谁的责任之后 直接进行 是否能够索赔 索赔多少就行了 为什么 因为在我们的管理上说过了 在我们的关键线路上 它的总时差呢 是零的 对吧 它的机动时间呢 是零的 所以呢 它会只要有延误 肯定会得我们的工期呢 造成影响 那如果说发生在非关键线路上呢 那这个时候呢 就要去判断一下 我们是否超过这个机动时间 是否超过这个总时差 那我们如何去求这个总时差 我就不给大家念了 等会儿呢 我用一个图来给大家一块去算一下啊 一块去算一下 就是求通过某一工作的所有线路的时间和啊 然后呢 最长的一条线路与关键线路相减的值 就是它的一个总时差 好 那如果自由时差的话 稍微的看一下 它就是后续工作的最早开始时间 就是紧后工作的最早开始时间 减去本工作的最早结束时间 重点把这个总时差如何去求 我们来给大家算出来 好了 来 算出来总时差以后 与延误的时间呢 进行相比 如果说总时差和延误的时间呢 是相同的 或者说总时差大于延误时间 那这个时候呢 是不能索赔的 比如说给大家举例子 A工作 它的总时差呢 是五天 啊 延误了三天的时间 那问你能不能索赔 不能够索赔 对吧 因为我的激动时间呢 是五天 说在这五天之内呢 你只要能够给我干完活就行了 你延误了三天 根本造不成什么影响 但是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说总时差 小于延误时间 则可以提出索赔 索赔多久啊 两者之间的一个差值 好 A工作的总时差呢 是三天 延误了五天的时间 那我问你 能够索赔多少 就是用延误的时间 减掉总时差的时间 等于两天 你说你能够索赔两天的工期 好 这是我们说的这个啊 然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一道案例的题目啊 他是怎么说的呢 他说 按照施工单位提交的桥梁施工进度计划 计算桥梁的一个计划工期 并写出来关键线路 计算施工单位可以获得工期索赔和费用的索赔 那这个呢 就是我们比较长考的两个题型 那我们一块来看一下啊 在工程开工以前 施工double呢 向监理提交了桥梁施工进度计划 如图所示 然后监理呢 也批准了该计划 对吧 根据这个图呢 我们要算出来 它的一个计划工期 也要结它的一个关键线路 那我们怎么去算呢 在这里呢 我们用的是标号法 好啊 这个题目大家做过 对吧 但是每天这个题呢 这个题最有代表性啊 因为它又有钱 又有工期的一个索赔 好了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双代号 对吧 所谓的双代号的话 就是这样 前后两个圈 对吧 那这个呢 只是用续号 中间呢 有个箭头 箭头这里呢 它是表 就是用两个圈 外加一个箭头 才表示一项工作 好 那在这里的话 施工准备工作 总共耗时五天 对吧 所以呢 我们干完了以后 在这个二的地方呢 它总共耗时五天 对吧 然后呢 哪里来的 一来的 好 再去找三 那从二到三的话 总共需要二十天 所以呢 三这个地方呢 用当是二十五天 因为它只有一个箭头嘛 对吧 好 那就是啊 几来的 二来的 好 再去找四 四的话就是二到四来的 五加十是十五 对吧 然后呢 二来的 我们再去找五 五的话在这 四到五 二十三 二十三的话 四来的 对吧 好 我们再找六 六的话 你会发现呢 它有两个箭头 对吧 我们再算工期的时候呢 从左往右 延圈 取大 对吧 那你会发现 五到六这边呢 有一个虚箭线 虚箭线的话 它只表示逻辑关系 它是不占用时间的 所以呢 五到六这个地方呢 就是二十三 对吧 然后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二到六 本身二这个地方呢 已经有五了 然后呢 我这边呢 还有一个二十五 所以呢 五加二十五是三十 一个是二十三 一个是三十 这个地方呢 因为当时啊 三十 对吧 二来的 好 再找七 七一个箭头 三十八 六来的 再找八 八这个地方呢 有三个箭头 对吧 一个呢 是我们说的什么 啊 三 然后呢 加三 二十五加三 多少 二十八 对吧 这个地方有个二十八 这里呢 是二十三加五 也是二十八 这里呢 是三十八加五 多少 是四十三 对吧 二十八 二十八 四十三 三个箭头 取最大的 所以呢 这个地方呢 应当是四十三 谁来的 七来的 对吧 好 九这个地方呢 那就是五十 然后呢 八来的 最后呢 十这个地方 就是五十五 九来的 好了 这样的话 我们的计划工期呢 就求谁了 是啊 五十五天 对吧 人家说的是 单位呢 是天啊 有的地方呢 我们再来给大家说一下 他有的地方呢 他特别的闹心 怎么办呀 好 我这里呢 给你写的是周 啊 我们来给大家 每道题呢 你要注意一下 我这条写的是周 说单位呢 这是周 五周 二十周 十周 等等 然后呢 我在这里问你 计划工期 单位是天 那你怎么办呀 你就要算出这个东西呢 给它乘以七啊 对吧 周嘛 周 当然这个地方就是一周是七天嘛 他就容易这样来混淆大家 一定要注意一下我们的做题的一个问题啊 好了 那这样再找出来关键线路 关键线路怎么办 往后推不就行了吗 好了 这个地方 十这个地方是九来的 九这个地方呢 是八来的 八这个地方呢 是七来的 七这个地方呢 是六来的 六这个地方呢 是二来的 二这个地方呢 是一来的 对吧 那我们就要去表示关键线路了 那怎么表示呢 其实表示呢 有两种表示 一个呢 是续号表示 一个呢 什么 工作表示 对吧 这个呢 你又要看一下 我们题目后来怎么说的 说 并写出关键线路 括号 用续号表示 或用工作表示 如果说他没有写的话 你随便选一个 哪个方便 来就行了 但是如果他说用续号表示 那就只能用续号 如果说用工作表示 那就只能用工作表示 一定要看清楚 他怎么去问的 当然来表示 就像这个 虽然说他什么都没有说 对吧 但是如果说你用工作来表示的话 写的手都废了 对吧 所以到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直接用续号来表示就行了 啊 比如说是 一到二 二到六 六到七 七到八 八到九 九到十 对吧 你为了表示逻辑关系的话 一定要注意一下 他们彼此人家的都是相当有箭头的 好了 那这样的话 我们就出来了啊 出来了 好 箭头的话一定要写啊 箭头一定要写 一定要写 清晨没有 逗逗 你要不写的话 容易就是错的啊 因为你要表示他的一个逻辑关系啊 啊 一定要表示他逻辑关系 好 我们再接着往下看啊 说在东桥台施工的时候 东桥台哪啊 在这儿对吧 这是东桥台 在他施工的时候呢 基础呢 出现了裂缝 裂缝的原因呢 是设计方案不完善 设计方案是谁的责任啊 我们总共呢 就三方责任 重包商的责任 业主的责任和客观的原因 对吧 那跟天气有关的话 那是客观的 那这个地方是设计方 设计方的是谁啊 是业主的原因 对吧 那业主的原因的话 工期和费用是什么 是都能够索赔的吧 好 再来看 监理工程师呢 立即下达了工作暂停令 五天以后呢 设计单位提交了处理方案 监理工程师呢 审核同意 并且下达了复工指令 好 经过监理的审核 裂缝处理费用呢 是增加了20万元 工期呢 是增加了10天 停工期间呢 涡工费呢 补偿呢是1万元 那我问你 现在的话 他的延误工期 是延误了多久 延误了多久 好 其实我为什么 制造题一直不删呢 制造题特别有代表性 有人说了 老师呢 这里呢 有一个五天后 处提了方案 对吧 好 那其实呢 你来看一下这句话 经过监理审核 说那我们说 这一天呢 就是暂停了 对吧 暂停了以后呢 五天 停 这一天停 然后呢 五天 等了五天 之后呢 提交了设计方案 之后呢 我们就开始啊 复工了 对吧 好了 那最后呢 经过监理审核 看到了吗 监理审核 也就是说呢 其实呢 这五天呢 是包括到了这个 十天里边的 啊 你别说上去有五天 既然所有的话 我们都经过监理的同意 在这审核 也就是说呢 我的工期呢 只是怎么 只是增加了十天 啊 只是增加了十天 啊 好 也就只增加十天啊 那费用的话 多少钱 费用的话 你就会发现 列业凤处理费 和窝工费用的话 这个呢 是都能够索赔的 所以呢 我们先不要去算工期 我就问你 费用我能够索赔多少钱 费用索赔多少钱 只要是业主的原因 给我造成损失 我都能够进行一个索赔 那就是二十 加一 等于二十一万 就行 啊 你不要去管工期 他跟工期之间没有比例关系啊 那我们就来算一下这个工期的索赔 对吧 我们说求哪个工期的索赔 就要去算一下他的一个总时差 这个地方呢 是东桥台 对吧 那我们就回到前面这个图 好 我们说要求东桥台的一个总时差 那怎么办 就把通过该工作的所有的线路都给他找出来 那我们一块来找一下 东桥台往前推一下 应当是一二四 对吧 啊 就是一到二 二到四 然后呢 到了东桥台 东桥台 你看再往后的话 他有两条线路吧 一条呢 是平行的 一条呢 是往下拐 然后呢 再拐上去 对吧 说通过东桥台呢 有两条线路 那你把这两条线路呢 都给他找出来 然后呢 把每一条线路的时间呢 都给他算一下 好 来 第一个 5加10 15 15加8 23 23加5 多少 28 28加12 是40 对吧 上面这一条线路呢 总共耗时40天 再来看下边 5加10 然后加8 23 23加8的话 到31 31加5的话 36 36再加12的话 多少 应当是啊 48天 对吧 两条线路呢 算出时间了 求什么 求大值 也就说呢 我们用这个48 刚刚计划工期呢 是等于的 等于55天 对吧 用55 用计划工期 减掉这个48 等于7天 那这个7的话 就是什么 就是我们的一个总时差 也就是说 这个7呢 它就是东桥台的总时差 就这么出来了 好了 算出来了 东桥台的总时差 等于7天以后 你再来看一下 我总共呢 延误了10千的工期 工期 对吧 那就是什么 用延误的天数 减掉总时差 等于啊 3天 你说我能够索赔 3天的工期 就这样来走 这个呢 比我们的那个什么 好做一点 你看 一定要 我们来看答案 关键线路的话 一定要怎么办 写上我们的箭头啊 然后计划工期呢 是55天 对吧 总是上这个地方呢 不需要你把过程 给它写出来 你只要能够写 总是啥 是7天就行了 那总共延误了10天 用10天减掉7 等于3天 所以呢 工期呢 是能够索赔3天的 那费用的话就是 你不需要说 老师 你本来呢 是10天 对吧 然后呢 是3天 对吧 那我们就用21万 再给他来个比值 没有那么复杂啊 你就记着 只要是业主的原因的话 给我造成多少损失 那这个地方呢 是都能够进行索赔的 好 这是我们说的这个啊 这是我们说的这个 就是费用跟工期呢 他们之间是没有比例 关系的啊 好了 这是我们的双代号 就按照我来说的就行了 那单代号的话 我来只要给大家说一下这个图就行了啊 刚刚呢 我们说的又是双代号呢 什么啊 是两个圈 外加一个箭头 表示一个工作 对吧 那我们的这个单代号呢 它什么 它就是用一个圈啊 就直接表示了一个完整的工作 你来看一下 对吧 它一般呢 是将这个圈呢 给它分成了三部分 上面这个数字的话 它是代号 没有任何意义 只是表示呢 逻辑关系 一到二 二到三 三到四 四到五 对吧 中间的话是工作的名称 A工作 B工作 C工作 然后下边呢 是时间 啊 下边时间 那在这里呢 我们要稍微的看一下 单代号呢 它是没有续建线的啊 没有续建线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石标网络图 石标网络图的话 之前呢 有人特别喜欢讲 说我们管理教材呢 都删掉了 为什么你们食物还要讲呢 你这个的话 管理跟食物之间呢 有联系 也没有必然的联系 啊 他们呢 就说虽然说管理教材里边删掉了 但是这个石标呢 在我们的公路科目里边呢 还是有一个概念的 对吧 有比如说前锋线 它会提到一个石标网络图 这个呢 可考性还是比较高的 所以呢 我们该要掌握 还是要去掌握的 好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石标网络图 对吧 石标网络图的话 它无非呢 也是考几个内容 第一个呢 是找关键线路 然后呢 求计划工期 第二个呢 找一下它的自由时差 找一下它的总时差 然后呢 再进行费用和工期的索赔 对吧 那我们如何去求这个石标网络图的关键线路呢 这个的话 刚刚我们说的是 双代号呢 是从左往右去找 对吧 而我们的石标呢 是从右往左去找 怎么办 只找一下所有的线路里边 它没有带这个波浪线的 那就是关键线路 好 我们倒着往前找 你来看 最后一个是8 8呢 这边有两个箭头 上边是H 下边是G 你会发现G这个地方呢 是有波浪线的 对吧 所以呢 这个是作废了 那这个是在我们的关键线路里边 好 我们再来看 6这个地方还是有两个箭头 那这里呢 是有波浪线 它又作废了 所以呢 应当什么 应当是D 对吧 2这个地方呢 它只有一个箭头来 那就是这 所以呢 它的关键线路的话 就是1到2 2到6 6到8 这就是我们的关键线路 就行了 啊 这个地方的话 需要大家呢 去啊 倒着往前推 比较简单 好了 那我们再来取一下 它的自由时差 要求某项工作的自由时差的话 就看一下什么 它本身波浪线的长度就行了 啊 你来看一下我们的ADH 是没有波浪线的 对吧 所以呢 它们的自由时差呢 就是0 0 0 对吧 好 但是你来看一下我们的B B的话 后面是有波浪线的 波浪线的长度 就代表了自由时差的时间 对吧 它这个地方是一周 因为它这个单位是周嘛 对吧 所以呢 是一周 然后呢 C这个地方呢 没有 对吧 那就是0 那G这个地方呢 是0 这个的话是一周 我们来看一下E 啊 有人说了 老师这个E的话 这不也是没有一个什么 啊 没有那个波浪线吗 但是你会发现 虽然说我E工作 它本身没有波浪线 但是你会发现 我跟我的紧后工作 都是有时间间隔的 你会发现 我E干完了以后 我需要再等一天 才能去干G 对吧 E干完了以后 我需要再等两天 才能去干H 所以说这个的话 它本身也是有一个什么 也是有个自由时差 就是说我后面跟着两个波浪线的话 肯定我后面是有什么 是有这个自由时差的 那怎么办呀 把这两个都给它找出来 巧 小值 那你来看上 上面的话是两周 下面的话是一周 对吧 所以呢 我的自由时差呢 就是一周 那有时候会问 老师为什么不是两周呢 你来看一下嘛 如果说我的自由时差是两周的话 我会不会对我这个G工作造成影响 对吧 你想我如果是两周的话 势必会导致它往后延一天 所以呢 这个时候呢 我们取的是什么 取的是小值 啊 取小值 它就是一周 好 那我们再来求一下它的总时差 啊 刚刚我们说的是双代号 求哪个工作 就把通过该工作的所有线路 从头到尾给它加起来 对吧 但是我们如果说求时标网络图里边的那个总时差的话 那就是求哪个工作 从该工作开始 比如说前面的话 我是不管的 你比如呢 我们就来求一下这个E工作的一个总时差 那怎么办 前面的我都不管 也是说你会发现通过E的话 有A工作 有B工作 有C工作 对吧 这些呢 我都不考虑 求哪个工作的总时差 就从该工作开始 把通过该工作的所有的线路的河都给它 依次相加起来这个波浪线 啊 把波浪线的程度给加起来 你看啊 1的话你来看 这我本身 那往上走 这里呢 有个2 然后这里是0 所以呢 我上面这条线的话 它的一个是2 对吧 啊 波浪线的程度 那再往下走 对吧 这里呢 是1 这里是1 加起来的也是2 那两者相同的话 都没有问题 那就是2就行了 但是如果说 我通过这个上面的话 是假设是三轴啊 和这个波浪线的长度呢 是3 下面呢 是2的话 我们取哪个 也是一样 取小值 就是记着石标这个地方呢 取小值就行了 啊 取小值啊 取小值啊 取小值 好 那就是这个地方啊 就说是两者把就是求哪个工作啊 就把就从该工作开始 前面呢 你是不用管的 把通过该工作的所有的线里边的波浪线呢 依次分别相加 把他们的核呢 找出来取一个小值 就是他的一个总时差 然后呢 算法跟前面是一样的 好 那我们呢 一块呢 来做一下一道题目啊 这道题目呢 也是可以的 但是给大家做了一道改进 说写出来他的关键线路 用工作来表示 这个地方告诉你了 应当用工作来表示 所以呢 你的序号就是不行的 在本网络计划中 一工作的自由时差和总时差 各为几个月 那针对本网络计划 承报上可以索赔的工期为几个月 对吧 好 我们来看一下 某公路工程 与13年的6月份签了一个合同 并开始施工 合同工期呢 为30个月 2014年1月呢 开始在桥梁上部结构施工 承报人呢 按照合同计划 编制了这个时标网络图 那批准了该计划 对吧 好了 那我们就要去找一下 他的一个关键线路 对吧 好 怎么办 从后往前推 那你会发现 7这个地方呢 有三个 这里有波浪线 不要 这里呢 有波浪线 不要 那我们要的是 这个 对吧 好了 6这个地方呢 有两个波浪线 不要 虚建线 它是不占用时间的 那它不是波浪线啊 所以呢 它只是表示逻辑关系 那我们就要它 对吧 5呢 往前推 然后呢 往前推 对吧 所以呢 用工作来表示的话 就是由B到D到F就行了 啊 这是我们说关键线路的一个求法 好 我们再接着看 那他说让你求一下一工作的自由时差和总时差 各为几个月 那我们来看一工作在哪 一工作在这 对吧 一工作在这 你看一下 它本身呢 没有波浪线 对吧 而且呢 它后面呢 也只有一个工作 也没有说间隔时间 所以呢 这个一工作 它的一个自由时差 多少 就是零 对吧 那总时差呢 总时差的话 就是求通过该工作 所有的线路里边 波浪线最小的那一个 当然我们前半这个地方呢 是不要考虑的 对吧 也就是说从这个三开始 那就算只有一条在这 这是一 对吧 所以呢 我的这个总时差呢 它就是一 一条的话就不用比了嘛 对吧 如果说是两条的话 那你再 当然给我写个一的话 不对 因为我们这个地方呢 它是有月的 应该写什么 写一个月 一个月 我们来看下这道题 看这道题呢 给大家改一下 来 我问你 说这个 地工作 它的一个总时差是多少 当然有人说了 老师这个不用求 为什么 因为地工作呢 它是关键线路上的关键工作 所以呢 它的一个总上就是为零 对吧 这个是不用辩解的 但是呢 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说按照我刚才这个说法的话 我们怎么去办 就是把前面呢 给它删掉 对吧 从该工作开始 你会发现有两条线路 一条往上走 全路都没有波浪线 所以呢 它的和就是零 那一条往这走 有一个月的波浪线 所以呢 是一 对吧 两者中间取小之 那就是零 这就是我们的总时差的一个求法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 说施工期间 由于业主的原因 修改了设计 正是H工作 推迟开工一个月 所以我本来呢 应当是在4月初开始 对吧 然后呢 你让我变成多少 变成了5月份开始了吧 那我本身还是要干两个月的嘛 对吧 那就说呢 我从5月变成了5到6月吧 本来是4到5月就能干完 现在的话 你4月份不干了嘛 因为人家说的嘛 推迟开工一个月嘛 所以那就变成了5月到6月了吧 对吧 那同时呢 又由于工作量的增加 这时呢 该工作的持续时间呢 又延长了一个月 也说呢 我本来呢 是两个月干完活 现在变成什么 现在变成了三个月干完活 对吧 那你就会发现 我本来呢 在5月份就能干完了 现在的话 在7月份才能干完 延误了几天 延误了两个月的时间 对吧 那拿着这两个月呢 去减掉它的一个总时差就行了 因为H工作是最后一项工作了 对吧 所以呢 它本身的波浪线的长度 既代表自由时差 又代表总时差 那就说 它的总差是一个月 两个月减一个月 就是一个月 所以呢 我能够索赔一个月的工期 就行 我能够索赔一个月的工期 好 那我们用这道题呢 来给大家引一个什么 叫做前锋线 用这道题引一个前锋线 行了 我们来说一下 那我们的在4月初的时候 3月底 4月初的时候呢 进行了工作的检查 那通过检查呢 我们进行了一个什么 前锋线的绘制 那正常来说的话 你来看一下 我们说正常的话 我们3月份的话 因为正常进度 应该是这样的吧 3月底 4月初 是不是完完整整的干到这 现在呢 发现了 这前锋线呢 是这样画的 能说这个底的话 代表我的一个实际进度 你说我本来呢 在3月底的时候 应当干到这 但是你会发现 我在3月底的时候呢 我只干到了这 对吧 所以呢 我这个C工作的话 它是延迟了多少 延迟了多少 延迟了一个月吧 先来看 它本身延迟了多少 延迟了一个月 好 我们再来看D工作 D工作的话 应当在这 它就在这 所以呢 D工作呢 是没有延迟 再来看一下 E工作 E工作的话 本来呢 应当是干到这 对吧 但是你会发现 才看到这 也是延迟了一个月 好 我们再接着 那就问一下 他们对于这个总工期 有没有影响 对于总工期 有没有影响 我觉得这个画的话 还是算了吧 不是往这画一下 再往这挪一下 在这吧 那从这吧 就是C呢 还没开始干 而C呢 是延迟了两个月 C呢 延迟了两个月 那就问一下 通过这个分析 看一下 他们对于这个总工期 有没有造成影响 对吧 你看 我延迟了两个月 那我就来看一下 我的C工作 我本身的一个总时差 是多少 不就行了吗 通过C的话 我们从这开始 前面不看 然后呢 这边呢 有个波浪线 是一个月 后面没有 所以呢 我C工作呢 本身呢 总是啥呢 就是一个月 但是呢 我延迟了两个月 对吧 两个月减一个月 所以呢 我是影响了一个月的总工期 好 D呢 没有影响总工期 E呢 它后边的话 是有什么 有一个月的波浪线 比如说 我们的这个E工作 其实呢 它也是有什么 有一个月的一个总时差 因为通过该工作的 所有线路 把波浪线给它加一下 对吧 也是一 我延迟了一个月 你有一个月的一个时间 所以呢 这个时候呢 也是没有影响 对吧 好了 那三个里边 有一个影响的话 那就是一个月的总工期影响 那我再接着问大家啊 啊 再接着问大家 假设 假设 假设E呢 也对这个总工期呢 造成了一个月的影响 就是说 我的C工作呢 对于总工期造成了一个月的影响 我的D工作呢 没有影响 我的E工作呢 也对总工期造成了一个月的影响 那我问你 我的总工期呢 造成了多少的影响 因为呢 他们属于平行施工 对吧 所以呢 我们这个时候呢 只需考虑一个就行了 就说要两个一样的话 那就写一个月就行了 对吧 那如果说一个大一个小呢 那就算最大的那个就行了 不要给他加起来啊 就是说平行施工的时候呢 对于总工期影响的话 我们取什么 取一个那个最大的就行了 如果一样的话 那就取一个值 如果一大一小的话 那就取什么 取大值啊 取大值 好了 很好啊 这个的话 这是我们的前锋线 那这样的话 我们呢 这个地方呢 就给大家说完了啊 然后呢 那我们就再进入了下面这个 好 下面这个的话 是我们的进度控制 与管理 其实说白了 就是我如果说 对于这个总工期呢 造成影响了 那我肯定要把这个工期 给他补回来 对吧 那怎么补啊 就说白了呢 我们要去调整这个施工的进度 那就是说白了 就是往前赶嘛 对吧 加把劲的干活 该压缩时间 压缩时间 就是不要命了 往死了干 把这个工期呢 给我追回来 那怎么追呢 我们会不会和大家说 先来看这个进度计划的一个审批 这个地方呢 稍微的了解一下就行了 我们呢 总共呢 有两个进度计划 一个呢 是总体性的进度计划 一个呢 是接段性的进度计划 对吧 就是呢 我们说一下 总体啊 一个大框架 那这里呢 稍微注意一下 要提交什么 提交带总的一些东西就行 那接段性的话 就是啊 我一个月干多少 我一个季度干多少 如果时间比较长 可能我一年干多少 等等 对吧 就是有时间的一个明确的界限 以及呢 我一些分布分项的一个具体的进度计划就行了 好 那我们重点的话 当然进度审查什么 审查你的时间是否安排合理 对吧 比如说呢 说你挖个基础 然后弃柱一下 交住一下 做个埋坑 就会耗费一天的时间 那简直是天方夜谭了 对吧 合理 施工准备是否可靠 以及呢 农历相适用 啊 我呢 总共呢 只有十个人 对吧 我要 我呢 在一天之内呢 把这个基础到桥顿都干完 那这厉害了啊 所以呢 就是能否相适用 稍微的注意一下 选择题就行了 第一个 时间是否合理啊 第二个 准备是否可靠 第三个 是否相适用 你一天能够把基础到桥顿都干完 你是神仙 对吧 那就像七仙女士的帮着动用 一晚上给他把豆腐给他磨出来了 那是 那是有神仙 神力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还有一些进度计划的检查 有一些方法 首先呢 第一个呢 是恒道图 对吧 恒道图呢 我们在上节课呢 看过 他呢 通过实际进度和我们的计划进度相对比 比较直观 但是呢 不便判断 对于我们整个工期的一个景象 那还有一个S型曲线 这个S型曲线的话 大家呢 稍微的注意一下 这个在世界银行贷款项目里边呢 一般呢 就是说 我们恒道图和S型曲线的合二为一 在世界银行贷款项目里边呢 一般会要这个 因为呢 他既反映了总体 又反映了什么 分不分项 那还有一个呢 叫香蕉图 这个香蕉图呢 是这样的 我有一个最早开始时间 对吧 我也有一个最迟开始时间 我们呢 选择的一个计划的话 在这里边呢 是最合理的 在这里边呢 是最合理的 就像我们现在的路客 对吧 公司呢 说你呢最早开始什么时候路客 你呢最迟什么时候开始路客 对吧 我只要在这个时间段里边 选择一个时间 开始路客 不影响我最后节课的时间就行了 那选择一个最合适的 那就像我现在很忙 对吧 没有时间路 那就是选个合适的啊 好 那就是现在这个 公路工程进度表 对吧 横道图与S曲线的一个合并 那世界银行贷款项目的话 一般呢 是需要这个的 前锋线呢 刚刚给大家说了 它在石标图里边呢 会比较多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 完工实法 这个完工实法的话 既然它有个概念 咱就怕它考 对吧 所以到今年呢 我们在EV1里呢 也给大家加了这个东西 好 那所谓的完工实法的话 它跟这个前锋线呢 差不多 对吧 也就是说呢 我要在某一天呢 进行一个工作的检查 你会发现 我在第十天呢 检查这个工作 好 那我们在这里看一下图示 图示的话 有一个这个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图示 这个图示呢 这个是我们的序号 对吧 就是我们的节点 节点呢 前面呢 有个ET ET呢 代表什么呀 我们的节点的一个最早的时间 啊 然后呢 这个LT呢 是一个最迟的时间啊 最早和最迟 那你会发现 我最早呢 第六天赶完 我最迟呢 是第八天赶完 其实呢 他们中间的话 就有什么 就有两天的一个时差的 激动时间 对吧 啊 你看这个 我最早呢 第十一天赶完 最迟呢 第十三天赶完 是不是我也有一个 两天的一个时差 好 那以此一样的 那在这里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在第十天的时候呢 我进行了一个工作进度的检查 发现 我总共影响了几个工作 影响了D工作 影响了这个 这是G工作 对吧 D工作 G工作 还有什么 还有H工作 你可以发现吧 我个虚线呢 是不是经过了这三条 好了 然后呢 在上面的话 你会发现 我这个地方 括号会不会有个三 说图中呢 这个括号里面的数字为 第十天结束检查时 你还需要多久呢 能够干完 好 那就说了 我这里的话 还需要的 还需要三天干完 对吧 我这里呢 还需要八天干完 我这里呢 还需要两天干完 这是我们的上学的时间 三天 八天和两天 对吧 三八二 好 那他们其实延误了多久 你来看 我本身呢 其实你看 在我们的第十天的时候 正常来说的话 第十天 你应当干多少 第十天的话 是不是 你看 六 五 就是说我干到第十一天的时候 我是不是就完全干完 对吧 但是你会发现 我干到第十天的时候 我还需要三天的时间 也就是说了 我干了几天的活 在第十天的时候 我干到第几天的活 第十天 其实是干了第几天的活 来看一下 我在第十天 其实是干了第几天的活 正常来的话 第十天 是不是就干第十天的活 正常来说 第十天就干第十天的活 但是你会发现 在第十天的时候 我还需要三天的时间 本身我总共需要十一天的时间 对吧 现在的话 发现我还需要三天的时间 十一减三 也说我在第十天的时候 干的是第八天的活 怎么办 本来应当干到第十 现在干八 所以我延误了两天的时间 好 下面这个地方 我们也来看 在这里的话 就说是我本来的话是 十七 对吧 本来是十七 好 然后这一会发现 我在干到这个地方的话 是我们的八 对吧 然后干到这个地方 其实也是干十天的活 对吧 正常来的话都是干十天 但是你会发现 在这个时候的话 我是干多少 我九天 我还差八天 对吧 我干了多少 九天还差八天干完 对吧 就是用我们的十七 减掉八 其实我只干了什么 干了九天的活 对吧 就这地方 我只干了九天的活 就十减九 对吧 我延误了一天的时间 好 那最后这个的话就是 那正常来说的话 我应当在这 它最后几点是十二 对吧 十二的话 你来看一下 三加五 对吧 是八天 那在这的话 本来呢 我总共需要四天的时间 现在发现还需要两天的时间 你说我已经干了两天了吧 我干了几天 我干了十天了 对吧 总共需要四天 我还需要两天干完 就说明呢 我已经干了两天了 正常来说 第十天 我就干第十天的活 所以呢 你就会发现 我呢 是没有任何的延误的 对吧 没有任何的延误 然后刚刚呢 我们也让大家去看了一下 他们的一个总时差 对吧 好了 刚刚这个地方的话 是十三减十一 它的总差呢 是两天 这个呢 属于关键线路 所以呢 它的总差呢 是零 下面这个地方呢 是十五减十二 它的总差呢 是三天 对吧 延误了两天 总差为二 二减二 所以呢 对于我们的总共期呢 是没有任何影响的 那总差为零 延误了一天 所以呢 导致我们的公期呢 延误了一天 总时差呢 是三 我并没有任何的延误 所以呢 这个地方 对于我们的公期呢 也没有任何的影响 最后呢 通过一分析 其实只在哪 只在我们的这个 这工作这个地方呢 对于我们的总共期呢 造成了一天的影响 这个呢 叫做什么 完工时法 又叫做割线法 好 好 这个呢 大家呢 就稍微的看一下 怕他口题啊 所以呢 我们就给大家拿出来了 我发现了一天的影响 我发现了一天的影响 感谢观看